耶!大吉! 看他吃得很開心喔 還有通天河 有下面在明古屋 真的很清耶 我們只是使用蝦餅 頂樓的風景 老街,很有感覺 好好吃喔 電視台這邊 晚上也很漂亮 在你的肩膀上 抵達大阪 我們來這邊吃飯 這個街其實它不是在地下街喔 大家不用去到B1 這一樓就可以了 來吃這家 你吃了 大飯 motions 沒有吃 小小鈴鹽 有一些小小的菜 這會炒飯 直接炒一顆蛋就上了 好啦,我們要吃吧 雞胶 飆 然後他還有這個 一樣是很鹹的味道 覺得大中喝得比較好吃 這是第二間的房間 這邊在大阪 明天附近走入15分鐘 就這樣 這個空間比較小 這一間一樣有一間記憶機 廚房在這邊 這邊是洗澡的 哇這間還有浴缸喔 我們今天晚餐吃的是 日本7的東西 這是清泡麵 甘其口味 海鮮口味 但是它有一個梅子 然後它就真的有附一顆梅子 然後它上面這個豬肉是用這種 這個乾燥豬肉 它不是先放在裡面 更不一樣 還有它居然買了納豆 對我來說是不好吃的東西 電池還很難打開 加泡麵時間 然後買了很多微波食品 這個是其中一個嗎 對 這個是味噌 那個3、4、7秒就胃不好 不知道什麼 我在台灣吃 一吃一吃 我覺得不敢相信 我不敢相信 居然沒有我們要試 直接吃 我看你是不是真的覺得好吃啊 真的 你真的喜歡嗎 不敢相信 我直接吐出來 你一點都沒有不喜歡的臉 對 這麼久沒吃納豆了 再讓我嘗試一次 你說一定要配飯是不是 讓我配飯吃吃看 這個番茄口外的麵就還很開心 我覺得他們的7-7的小菜還蠻多的 他們就給那些加班喝碗的人吃了 超多的 光魚就很多種 煎魚啦 這種味噌煮魚 還有小魚乾那一種 早安大家 今天是我們在大阪的第二天 今天要去的是奈良 然後去奈良之前 我們先來去南波爸爸神社這邊 這邊有 純色粉體 然後這個獅子頭這邊 我看人家說就是他們這個舞台是給人家就是 表演啊 有可能一些祭典的時候會在上面 其實這個獅頭就是我看照片沒有很大 但其實刀劍場的時候他很大耶 然後人家說這個是破除二院 所以大家可以來擺一下 那神社這邊一樣會跟你說 你一歲是扮太歲的 然後他們這邊一樣有寫這個祈願的木頭 兩百塊 他們的繪碼是獅子 一樣是獅子造型的 這邊是可以求御守還有求籤的地方 然後還有他們的租印的地方 那這邊就是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那這邊就是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680塊 我們到了奈良這個山出口出來這邊 就是東向商店街了 他這個前面應該有點像許願池的概念 又是一個室內的 就不趴下來 這個也是有名的 室夜壽司 我看到有人就是買這個 然後去奈良公園那邊吃 這家也是很有名的那個麻糬店 看超多人的 因為他好像是 因為他好像是 政戰陷導麻糬 他是直接這樣子給我嗎 那我們就馬上吃吧 他一手都是粉 裡面有料嗎 我不知道 剛喝醬 感覺應該很好吃 因為他放在我手上熱熱的 感覺就是他現做的 直接給我們吃 一盒五百室 一盒五百室 我剛剛吃三顆五百室 他吃到一盒五百 一盒的三顆 我覺得還不錯耶 內娘附近的欣服寺 參觀一下 欣服寺這邊好大喔 有一隻鹿跟著鮮賄耶 可能是因為他手上有麻糬吧 你要跟多久 他會跟到你給他為止 來來來 它越來越接近你了 我們現在到了奈良公園了 然後它就陸陸續續都可以看到一些路 零零散散的 在想有沒有一大群的那一種 這片公園還蠻大片的 我們來買鹿餅 一個鹿餅是200塊 Thank you 你剛剛聞有覺得香香嗎 聞起來沒有香味 看它吃得很開心喔 嚇死我 它在跟你敬禮 你給它敬禮 網路上都說它會衝過來 可是它沒有衝過來 他們都乖乖的等待你餵 我剛剛有看到一個妹妹說 她的那個裙子都被它填濕了 所以大家還是要小心注意自己的那個 有沒有濕掉 我們來的時候可能是他們吃飽 還是他們想睡覺吧 你看他們一點興趣都沒有 你剛剛的敬禮讓他們都嚇到了 原來他會敬禮 敬禮 敬禮 你也會敬禮 全部都跟著他笑死我 沒了 沒了沒了 來吃我們剛剛買的四葉壽司 他有附這個給你插手 然後他是用這個葉子包裝的 這樣打開就可以了 哇 它飯真的是黏黏的飯 我們今天總要吃日本的壽司了吧 就是現在 我們要走去賓士神聖的路上看到 有一隻鹿 大家都在圍觀 原來是因為它有一隻小baby 冰是神社 這個神社又跟那個什麼 真鋼神社的樣子 這個樹 都纏繞著他們 這個就是等一下解籤的冰吧 就是他們的籤要放在上面才可以顯現出來 然後我們來拿一下那個冰的籤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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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11 OK 我們去冰塊的點看一下 他就是沒有任何 種稀的錢 這樣磨一磨他就會慢慢的出現 哇你大吉喔 嗨 他直接顯示 我也大吉欸 OK我們抽兩張大吉欸 好好玩喔 我覺得大家可以來玩 雖然就是一孝子 然後他沒有說 有一個牽絲啊還是什麼 他就跟你說 呃 就每一個 愛情啊 學問啊 怎麼樣的運勢這樣子 不錯喔 他是乾掉之後 他又會消失不見 所以你看他又消失了 喔 那這個神社就這樣小小的 這樣子 主要是要玩這個錢啊 蠻好玩的 大家就是路過可以來玩一下 結果 這邊也有路欸 東大寺這邊 那等於說 整個奈良都是路吧 所以就是說 大家如果 你在奈良公園沒有餵完的餅乾 你可以留到 東大寺啊 然後欣甫寺都還可以繼續餵喔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東大寺 東大寺的 只是南邊的大門而已 這邊大一個 這邊是東大寺的正門 我們要從旁邊這邊進去 這個很壯觀欸 東大寺的入場券 如果你只要看這個一個地方的話是 八百 如果你要去南大寺旁邊的 這1200 兩個加起來1200日幣的門票 這個就是東大寺了 超級壯觀的 文化遺產 他這個也是木造的 然後這邊這麼大 很高啊 繼續走 這個佛真的很大 大佛的旁邊還有一個比較小的 也是重做的 後來剛剛就是現在樣子 不行我怕我會被卡住耶 你過去啊 不行啊 真的嗎 你去啊 呀 我 這個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欸 不可能欸 這個人家說是 大佛的鼻孔 穿過去之後就可以無病無宅 真的真的很小 但是是可以的啦 是可以 只是看你要不要嘗試 是真的 我們現在來到東大寺這一個 是我們露營 讓你救不開囉 我們已經去玩東大寺那邊了 那我覺得東大寺是 一定要去一千萬元 真的很壯觀 然後是一個世界遺產 我們有買票嘛 然後它是 一個是 東大寺的文學館 然後一個是 東大寺的大佛店 大佛店這個 那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大家可以去這個 大佛店這邊就好了 然後 大佛店那邊有 山君佛嘛 然後都很壯觀 重點是 東大寺那個 住址有一個 像洞口就是給人家轉過去 人家說那個是佛的鼻孔 因為跟佛的鼻孔一樣 所以他們說是佛的鼻孔 然後大家 就是 要穿過去那邊 就可以 無痛無哉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去轉 然後要側的進去 側的就會 比較容易進去 也比較 比較快可以進去 正面是 基本上是進不去的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 側面的進去 順應的進去 就會有種非常開心的感覺 不要像我一樣搬圖樓飛 抱持著遺憾離開那裡 然後我們現在要回去那個 當天街那邊吃東西 謝謝 這應該是小小的雞蛋糕吧 隨便建議家整個神座 你看他在沖阿牛 然後他的麵超大碗 我們這裡先吃這個 都有郭巴的香氣 你看 他在講個噴嚏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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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碗布丁也是等 大碗布丁必須要吃的 大碗塔 他的殼子都很可愛 現在已經下午5點多 快6點了 我們結束了我們在奈良的一天了 這邊還滿多東西的 有商店街 然後有那個鹿公園 還有東大寺 還有賓寺省舍 蠻好玩的 然後東大寺很壯觀 然後很多東西可以參觀 算是可以玩一整天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 中古堂的麻糬真的很好吃 這是我來日本第三個布丁 這是我來日本第三個布丁 目前還是覺得 第二次吃的布丁最好 這是我剛剛去前家買的這個 焦糖布丁 我覺得很好吃耶 嗯 給我吃 這個也很濃 也是很像那種 優格那種感覺 一壓就弱 挖掉了 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來到了通天閣 上一次我來大阪也沒有來通天閣 所以這一次我來看一看 我們應該會去那個通天閣的塔上面 這邊就是我們新世界的這個商店街 一樣是我喜歡的大招牌 很好玩的這種感覺 比利可能在前面 好 我們來去找他 據說就是摸他的腳會帶來好運 我們來摸一下吧 所以為什麼沒有遊客來摸啊 新世界的這邊就是大家 會來這邊拍照的 因為這邊可以拍到大招牌 還有通天閣 我們來吃這個打磨炸串 就是原土炸串 然後他這個老闆 就是很有名就是這邊有個凶狠的老闆 然後這個凶狠的老闆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炸串一次只能沾一次醬 如果你再去沾第二次醬的話 那就是別人就會吃到你的口水了 才是拒絕你再沾兩次醬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吃吃看好不好吃 這是他們的中文菜單 他有套餐可以給大家直接選 他有套餐可以給大家直接選 現在沒有用那個一盆醬了 直接這樣子丟這個醬 請吃 他剛剛給我們那一盆的那個牛肉的那個 那蠻好吃的 這裡有很多有關射擊的遊戲耶 好 剛剛吃的那個打磨炸串 我覺得還 還 還 行啊 我沒有吃到特別好吃的東西 但是我記得有人說 雞皮好像蠻好吃的 如果大家有去的話可以點點看好不好吃 醬魚燒來吃一下 我感覺到了一樣是很燙的 比我在那個黑門市場吃到的還要好吃耶 然後這邊有很多大家會好奇的那種18斤的牛蛋 在街上都有 有進去的也可以來抽一下 然後他們這邊還有他們的那個 爬慶狗 就是 彈珠台 也是很隱密的在裡面 就是讓人家看不到 要打開門才看得到 真的超多射擊遊戲的啦 然後這邊有一個江江墾丁 裡面也是很多吃的 這邊是室內 外面很熱的話 或許你可以走進來裡面 這邊也有一間那個 我們剛剛吃的 達摩炸丁 而且位置比較多 好像還有冷氣喔 然後這邊還有有名的還有 天狗炸丁 大星壽司還有八重蒜 跟王將炸丁 就超多炸丁都在這邊的 裡面還有這個電玩廠欸 這一個比例捆好可愛喔 我們要進來這個通天閣裡面 在他的腳下這邊有一個入口 等一下我們就進去吧 一般是一千 一般家特別是一千三千 OK No slide 10秒留下來的溜滑梯 一千塊 欸什麼時候掉下來了 這沒有這個通天閣的本質啊 這個可以摺成一個通天閣 現在來到他們的展望台 就是一般的一千塊的那個展望台 然後這個展望台 他有 他有可以再繼續購買 就假如說你本來只有買一般展望台的票 你在這邊你想要再多買那個 特別展望台的話 你在這邊這個機器可以買 他們那個前面有這個 他們的玉珠印章可以去拿 你們的拿來蓋 我覺得如果大家 就是你沒有安排日本的業績的話 或許你可以在 來通天閣的時候安排這晚上 雖然說我記得人家說 欸那阿伯也跟美田的業績真的是 就是絕頂啊 就是超級屌 但是如果你都沒有安排業績的話 我覺得可以來這邊安排一下 這裡也有一個比例肯喔 來摸一下 好 接下來是特別展望台了 真的喔 GoPro是抓很緊 我是不會看的 這是OMG 然後那邊就是大家都會去那邊拍照的地方 好可以做了 挑戰開始 我沒有想過欸 幫你拍照 片格裡面的這個 伴手禮店 好好買喔 你看 這個好像很有特色一樣 他給你的集合包 大家就直接送給他一個這個 因為裡面什麼都有 這個也蠻厲害的 就是這個 有一堆口味的 我覺得很好買 超多口味的這個 我覺得通天閣的伴手禮很好買 妳覺得呢 妳覺得什麼 走來通天閣的時候 先不要在前面買 在前面先不要買 來裡面買 對先看完 那我買不夠再去後面買 因為你來這裡 你買票你也就能來一次而已 喔對 而且那個票他還會跟你摺 一百塊 雖然說是 台幣就只有摺 二十塊 但還是要摺 他是沐浴球欸 又是沐浴球 他做成我們小時候在吃那個口香糖 這個就是我們小時候吃的了 就知道是真的是了 好可愛喔 這個是很酸的那個透過風味 好啦 那通天閣就差不多是這樣了 我覺得他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逛 好吃 好買 推薦大家來 很多街可以逛 很多東西可以吃 耶 我們現在來到道敦窟 來日本吃回爪壽司 這個是金色的 它的價錢好像有分超級多等級 剛剛看好像有五六個等級 總共有1 2 3 4 5 6 7 七個等級 OK 那我們就開始吧 打開之後都是漂亮的 耶 看起來就很讚 小腿比較沒有那種 魚肉的那種 硬的那種感覺 這個滿有魚味的 我覺得不太敢吃 不然你沾多一點醬油 你就敢吃了 那你還要吃 我現在來吃 我吃一個 這個你還要吃 吃一個 吃一個 這個魚肉滿夠 不知道什麼魚 他們的魚都有很有魚的臭臭味 等一下再來去吃別的東西 但這家的種類很多 然後 離 就整條 商店街的乾道 就是很近 就是大家 如果肚子很餓 然後想要趕快來吃的東西的話 想吃壽司 就可以來這邊吃 不然你說這邊還有那種 黑門三坪 還有一家是 原路壽司 也都滿有名的 來吃這間冰火 裡面是冰的 外面麵包是熱的 來吃吃看喔 好 請吃 好吃嗎 冰還滿好吃的 謝謝 買這個Hobes 可是已經沒了 全部都賣光了 我還是沒吃到 謝謝 旁邊喝的 有我這幾天吃的 這三款布丁我都吃了 這一個我覺得最好吃 有這個燒的這個最好吃 然後這兩款都很濃 如果喜歡很濃很濃的那種 就 但我還是最喜歡這個 還是推薦這個 吃布丁時間又到了 我們幾乎每一天都在吃布丁 今天我們要吃的布丁是 赛奈良買的大佛布丁 大佛布丁還有給這個包冷袋 應該是原味吧 然後這是茶口味 泰和茶口味 還有抹茶口味 我們就買他的 No.1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很可愛 真的很可愛 起來一下 我們今天在新災橋逛街的時候 然後到一個叫四橋站附近了 然後跟我們這幾天在日本 看到的景象完全不一樣 就是那邊的車會很大聲 然後也比較不會讓我們就有一種 欸我們還在日本嗎 就是有一種來到不一樣地方的感覺 來吃吧 哇 泰和茶 哇 這個抹茶有一點這個 應該是他的那種 抹茶粉 超濃的 好濃喔 抹茶味也很重欸 我應該先吃原味才對 這是抹茶喔 欸 這個原味其實是檸檬蛋糕吧 而且他 好像羊肉多肉 就是他酸酸的 那我會給抹茶第一名 我還是給原味第一名 我還是給原味第一名 欸抹茶裡面這個是紅豆欸 他上面有紅豆 看得到嗎 OK 所以他不是焦糖喔 他是一層紅豆 大家可以來 這個大佛布丁 我已經回台灣了 來總結一下這次來日本 這幾天的心得 agvin dollar 足夠 去腌蘆 不用吃頰 來自我 我開心 我那個 ars 你 就麻煮了一碗